好,大家好,我是周雄老師 那這段影片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 Unreal Engine 裡頭啊,它的這個材質貼圖的一些 使用跟修正 那一般來講呢,如果我們去增加一個新物件 然後把這個物件 帶入一個材質,到康群座 如果你用預設器,它有一個start content 裡頭 其實就有這些預設的材質球 那在Unreal Engine 裡頭,你要把物件帶入材質球 的方式很簡單 在選定你要的這個材質 按住左鍵把它拖進來,放開 它就會直接把材質帶入到你的物件當中 好,但是這樣的材質球它其實會有個問題啊 就是我的物件在做這個縮放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這個材質球 它的紋理是會跟著做縮放 但是如果我把這個物件給做一個擠壓變形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這個材質球 它的這個紋理也會跟著做變形 好,那這個問題要怎麼去解決呢 好,我先把這一個物件呢,複製成兩個 按下AUTO鍵加滑速左鍵,把它推出來 好,現在這兩個都是有同樣的這個材質的一個貼圖 好,那怎麼做呢 我先到這個START COUNT的這個地方呢 我去增加一個新的材質球 好,在這邊按右鍵 增加一個新的材質球 好,那這個材質球呢 為了方便我們做辨識 那名稱,我就把它的名稱做一個很簡短的一個設定 我就打一個M,然後-NEW 好,這樣我們要找它會比較好找 好,在這裡 好,那我先針對這個新的材質球呢 點兩下組件 它會進到它的這個Blue Pin 裡頭 好,那我們要先把這個材質球先建立兩張貼圖 一張是它的Color,一張是它的Normal 好,那我在這邊按右鍵 去輸入材質貼圖的一個英文名字 好,這邊輸入一個 TESTU 好,我們選這一個 好,Traster Sample這個,填下去 好,那這邊我們要兩張 剛剛講一張要Color,一張要做這個Normal 好,所以在這邊按下Ctrl鍵加D 好,複製兩個出來 好,那這兩張貼圖 我要從哪裡來呢 我們可以回到這個Content座這邊 然後我們把原本的這一個 石頭的貼圖啊 好,在這邊點兩下左鍵 它一樣會進到它的這個Blue Pin 裡頭 那原本的這個材質貼圖 它的Blue Pin 其實非常的複雜 好,那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取得這樣的一個材質貼圖 然後我又希望它的尺寸 還有它的這個變形效果 不會受到物件體積的一個影響 那我們先把這兩張貼圖 把它給呼叫到我們新建的這個材質貼圖上面去 好,那怎麼把它抓過去呢 好,我先找到這個Color的貼圖 那去點這個Color貼圖的這個資料夾搜尋 好,它會自動找到這個貼圖它的所在位置 會出現一個藍色的底色 代表說你現在選到的是這一張貼圖 好,那接著呢 我就切到這個M-New的一個Blue Pin 這邊過來 好,先選到Color這邊 那我剛剛是不是有先選到那個 顏色的貼圖了嗎 那我就到這個材質貼圖這邊 我去點這個指向鏡頭 就是使用我剛剛選擇的這一張貼圖 把它點下去 它的貼圖就會導進來 那用它方法我再退回去 點這一張Normal 那一樣我去找它的位置 好,其實你只要點它 它就會設定過來 好,那我再切回去 點底下這一張貼圖 好,一樣指定 把Normal貼圖給指定過來 那這張貼圖 如果你直接去做串接的話 基本上它就會形成一個 新的物件貼圖 好,但是我們希望它 在物件的這個使用變化之後 就不要有變形 不要有變形的效果 那這個怎麼做呢 我們要在這邊再去加兩個參數進來 好,按右鍵 那這邊我去輸入一個Word Word 要做一個對齊的動作 然後 A L I G N 好,我們要選的是 對齊的這個材質貼圖 世界對齊的材質貼圖 好,這邊加一個參數 那一樣我們要兩個 所以我一樣選擇一個 Blue Pin 的這個程式 Ctrl 線加D 好,複製兩個出來 那一個要接 那個Color 一個接Normal 好,那這邊一樣 就是把它 接過來 都是接到 第一個通道上面去 好,這邊要接之前 要先把這個貼圖做個轉換 好,這邊少掉一個動作 在材質貼圖上面按右鍵 那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 Object 的一個形態 這邊把它點下去 好,那這時候才可以接 接第一個通道 好,那這邊一樣 這邊要選的是XYZ 的材質 接到Color 好,那這裡也是 這個也是要做轉換 好,按右鍵 那使用這個 這個 好,一樣把這個 貼到第一個通道 那這邊一樣是選XYZ 貼到Normal 的通道 好,這邊完成之後 我們要再給它一個變數 因為目前 如果這個材質 好,我先做一下存檔 我先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存檔 那我回到我的這個編輯區 這個 我到Content 做 然後我去找這個 StartContent 我們剛剛有增加一個新的材質 這個 M-New 的這個材質球 我現在選到它 然後我去選我的物件 選我的物件 那在這個地方 指向給它 好,這個材質球其實就被 替換掉了 它現在換掉就是我們剛剛 先增加的這個M-New 的這個材質貼圖 那如果我針對這個物件去做一個尺寸的縮放 好,比方說把它給放大 好,這時候你會發現到它其實 貼圖的這個尺寸就不會受到變化 好,那如果去做一個壓變 好,它也不會變形了 好,這是原本的 原本的貼圖其實會被變形 有被壓變 那我這樣去設定之後 這個貼圖它其實就不會受到 物件的一個縮放跟其他變形的一個改變 好,但是這樣會有個問題啊 如果我的物件 我希望它這個貼圖的尺寸 我希望改變它的大小 那怎麼辦 我們要回到這個材質貼圖這邊 這個Blupping這邊 這裡加一個變數給它 要改變UV size的一個變數 在空白的地方按右鍵 那我們輸入CON CUSTOM這邊點下去 那這是一個變數 那我希望它的這個變數名稱 我要做一個自定義 然後這邊按右鍵 那選擇一個 第一個 把它點下去 那這邊我去輸入UV size SIZ UV size 好,那SIZ的參數要多少呢 你就從這邊去做輸入 比方說 我輸入50 好,那我要把這個參數分別 串給第一個Color 還有第二個是這個材質貼圖 好,那這樣的話 這一張貼圖它就會根據我們的這個 參數的數據去改變它的大小 好,現在是設定50 那比方說我把它設定為100 好,那改完之後 你會發現這邊的這個貼圖 它的尺寸就直接被放大了 好,這邊做一下存檔 存檔之後這裡 你的主場景這邊才會有改變 這邊才會有所改變 好,這邊再試一次喔 我這邊把它再加大 加大到200 這邊你看它就直接給替換掉 那我這邊如果說到50 它就整個替換掉 好,那這個就是 改變物件因為尺寸啊 或者是擠壓變形 的那個材質貼圖的一個 處理的一個方法 好,那這段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